下一個是重點 地下水 地下水是重點 以前是比較常考地下水 現在是因為課程寫從改了以後 有一些好東西就不太會考 地下水的廢話 儲存在地底下的水 叫做地下水的廢話 地下水有幾個來源 你只要記第一個就可以了 我講了三個 你只要記第一個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來自於雨水 又叫天水 我們的地下水幾乎都是來自於雨水 你只要記這個就好 雨水下來進到地下 滲到地底下叫做地下水 還有一種叫做岩層水 就是在沉積作用的時候 留在那個沉積物裡面的 它跟化石一樣被保留下來 所以又叫做化石水 現在這是岩漿水 岩漿的噴出來的氣體啊 什麼裡面有很多的水氣 然後呢放出來它的蒸氣 明顯了叫做岩漿水 後面這兩個就沒關係 就記得第一個就好了 所以考試問你地下水的來源 你就跟我寫 雨水就好了 好 好 那麼這次你寫了一段話 是要告訴你 地下水是比地表水還要多的 所以舉了一個密西西米河 美國一個非常大的河流 看它的水量好大 哗啦哗啦分流到海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 旁邊的地下水量是它的約10倍 水約10倍 所以是要告訴你說 其實主要東西都是存在哪邊的 地下水裡面的地下水裡面的 就是我們這個以前看過的東西 我們前面交過的東西 所以就要問你們我們前面交過的事情 世界上最多的水 你好 世界上最多的水 誰 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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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水 海水 請坐 最多的水叫做海水 最多的淡水 最多的淡水 我們要找的人叫做 26 26 26 冰川 請坐 最多淡水叫做冰川 再多兩個字 最多的淡水支援 多兩個字 最多淡水支援 多兩個字 最多淡水支援 為什麼想要抽都抽不到咧 6號 6號 最多淡水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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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淡水的 地下水 請坐地下水 淡水 淡水啊 好就請你背完就對了 前面告訴過你你要背 好 試看清楚人家問淡水和淡水支援 好 這句話叫做地下水儲存在哪裡 儲存在岩石的孔隙中 康宣版有寫一個裂縫 但地下因為壓力很大裂縫都不會太大 所以裂縫不重要 孔隙中什麼意思 孔隙就是石頭本身裡面的想像的海綿 外面看起來是一塊海綿 壓到水裡面拿起來 海綿裡面裝滿了水 水在哪裡 海綿原本是那個洞洞裡面 所以就是圖上面顯示 要岩石的孔隙當中 所以地下水就是儲存在石頭裡面 不是地下有一個大洞裡面裝滿了水 叫做地下水 地下水地下就是石頭 那個水就是在石頭裡面的 所以呢 有一個照片叫泳泉 你們現在不去墾丁了 所以看不到這玩意 這是墾丁去設定的時候在泳泉 這張照片呢 基本上呢是大失敗 這張石頭大失敗 原因是我拍過兩次 第一次呢是完全沒有水 就失敗 第二次失敗 這是有水的時候 可是你拍出來看不到水的感覺 這裡是一個大石頭 這裡是一個大石頭 下雨下下來之後 水進到石頭裡面 然後重點往下掉掉掉掉 最後從底下掉出來 所以如果水量多的 雨量多水量夠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邊會有水流出來 我們叫做泳泉 所以那個水在哪裡 石頭裡 就是地下水的意思 它就在石頭裡面 它就是在石頭裡面 這叫做泳泉 好 泳泉 留下來 不過你們現在 因為你們現在都不去墾丁了 所以你們就不會看到 所以你自己去玩去攝影 不然的話你們看不到它 OK 那麼這些地下水 有一些名詞 你要曉得 好 等一下再回來抄 先看圖 如果 老天爺下雨下下來 滲到地下 就變成地下水 地下水往下掉掉掉掉掉掉 掉到最下面 碰到不透水沉 就上不去 就開始累積 裝裝裝 如果把它裝滿了 把那孔隙裝滿了 我們就叫做寶核蛋 那個孔隙還沒有裝滿了 我們就叫做 不寶核蛋 你往下挖的時候 要挖到寶核蛋 你才會有水流出來 你才會覺得你挖到了地下水 所以這個寶核蛋的最上面 我們叫做地下水面 我們這個寶核蛋 我們稱為 地下水體 稱為地下水體 然後呢 你就發現 原來我往下挖挖挖 要挖到地下水面 才有地下水 所以往下找井的時候 要找到地下水面 才有井水 所以井水的水面 就是地下水的水面 往右邊看 發現原來河水的水面 也是地下水的水面 因為河水也會跟它互相通 所以河水水面也是地下水面 所以這邊的一個 所以這裡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告訴你說 往下挖挖挖挖挖 裝滿的叫做寶核蛋 這個寶核蛋叫做地下水體 它最上面叫做地下水面 然後你挖 往下挖的時候 要挖到這個寶核蛋 要挖到這個地下水面 才會有水流出來 你才會覺得你挖到了地下水 你才會覺得你挖到地下水 這就是地下水體的想法 地下水體的想法 重點 就這個了解這些名詞 地下水面 地下水體 你保核帶 把它弄懂 就是這張圖告訴你的事情 就是這張圖告訴你的事情 把它弄明白 然後你在這裡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們的井水的水面就是地下水的水面 同時呢 河水的水面也是地下水的水面 所以古人有一句話叫做井水不犯河水 這句話是錯的 為什麼錯 因為井水跟河水可以靠誰相通 靠地下水相通 靠地下水相通 所以井水不犯河計畫是錯的 所以也因此 也因此 一個現象就是 井水跟河水是可以互相補充的 是可以互相補充的 我們的左邊的圖 河水比較多 就是去補充地下水 右邊的圖 地下水比較多 就會補充 河水